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科技霸權之間的大樂鬥 這次樂鬥的兩位主角 就是Facebook CEO朱克伯格 以及是蘋果 CEO Tim Cook 傅克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一下到底這次大樂鬥的背景是怎樣 在上個星期 蘋果的CEO就在一場演說當中 不點名地批評Facebook玩弄演算法 來謀取暴離 Tim Cook 在國際數據保護日的活動上發表演說 他不點名地痛批Facebook 指責他們靠剝削用戶的數據來謀取暴離 雖然沒有點名 但是大家都知道Facebook正正是靠演算法來吃虎 其實Facebook跟了很多網站以及手機APP合作 獲取用戶的數據 從而可以使得到大家打開FacebookAPP時 所看到的廣告就是最適合用戶本身的興趣和需要 Facebook正正是靠這些來賺錢 而Tim Cook說到要靠用戶數據謀取暴離 很明顯就是在說Facebook 而朱克伯格自己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他就掀起了反擊 那麼朱克伯格怎麼說呢 他公開點名蘋果和Tim Cook 是在傷害網絡的自由 朱克伯格私底下還說到 為了報復蘋果這樣對待Facebook Facebook要為蘋果帶來痛苦 這就是整件事的背景 開港也有說初則口角 計而動武 當然兩個科企霸權的大老闆又怎麼會 隻抽呢 又不是林作和鍾培生 所以這個朱克伯格就用上了一些法律的形式去追這個蘋果 最近令到兩間科技巨頭的矛盾升級的導火線是什麼呢 就是蘋果就決定了要為他們最新的平台iOS14更新的私隱條款 更新了什麼條款呢 就是任何的apps如果想追蹤用戶的行為模式以及數據的時候 都必須要先取得用戶的同意 其實就等同於斷了Facebook的米勞 打爛朱克伯格的飯碗 是趕狗入窮項 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Facebook要追蹤用戶的行為模式和個人資料的時候 其實很多用戶本身都是猛然不知的 但是如果你突然說給一個權利的用戶自行去決定 究竟給不給Facebook去追蹤這些資訊呢 那我就相信絕大部分的用戶都不願意自己的行蹤 或者是資料給別人去追蹤 所以不問就由自可 一問朱克伯格就把幾火了 因為他的利益肯定是會受損的 本身不問的時候 Facebook就可以說是如取如攜的 他喜歡拿多少就多少 你一問的時候 至少走近七八成人 哪有人願意自己的數據讓你追蹤 所以對於朱克伯格的廣告事業 打擊是非常之大的 而且不單只是說Facebook那麼簡單 他還有一個平台叫Instagram 也是深受那些年輕人歡迎的 到現在都沒有人提出要杯葛你就知道 因為上面真的有很多美女照片傳來傳去的 所以就造成了那些用戶的慣性 好了 那你現在Tim Cork去搞這科技的時候 忽然之間弄一個新的私隱規範 當然他就不肯過你了 於是Facebook作出了大反擊 Facebook本身來說 他已經是所有的科技巨企裡面 花得最多錢用在政府遊說那方面 現在他們就想搞一件事 就是企圖把蘋果定位成為網絡服務的壟斷者 他這個說法是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所有蘋果的手機當中 如果大家要下載Apps 就必須要通過App Store來下載 除非你本身已經翻牆或者叫做月獄 如果你沒有破解過那部手機的話 你以正圖的方法來下載Apps 就一定要經App Store App Store本身 蘋果背後就是一個審批的機制 到底哪些手機Apps能夠上架 哪些是要下架 蘋果就有背後一個規範 變成所有Apps必須要符合那套規範才可以上架 好了 現在朱克伯格就說 你這個App Store是為之壟斷 他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這隻朱克伯格 他賺到盆滿缽滿物都穿不下的時候 就對於蘋果這些所謂的壟斷行為是示弱無睹 到他的利益受損的時候 現在就走出來了 就罵人家這個App Store是窒外了創新和競爭 什麼都說得出 總之就正義超人上身 我就認為朱克伯格所說的東西是站不住腳的 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當蘋果手機買家的用戶 他們買這台手機之前 其實就已經是心知肚明一件事 當他們買了這台手機回去的時候 他就只能夠用App Store去下載那些手機Apps 這個是他事先知道的 如果他是不滿意不接受的 他大可以不買 他就可以買回三星或者買其他品牌的手機 所以他是有得選擇不是沒得選擇的 他的選擇就在乎於買不買這台手機 所以他在買這台手機的時候 他就已經等同於接受了這一套服務 只能夠從App Store下載手機Apps 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朱克伯格一早認為蘋果是壟斷的時候 為什麼你在這個蘋果的iOS平台 是可以整個App Store出來這麼多年 你現在才出聲 之前那七年你不出聲 十年不出聲 所以如果你認為它是壟斷的 為什麼你可以忍受到它十年這麼久 這件事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你是站不住腳 現在純粹就是因為出現了利益衝突 出現了一個很深刻的矛盾 不可調和 所以你就去理解別人 但是現在不單止蘋果說要更新私隱條款 連Google都想搞這件事 就是要限制你的手機Apps去追蹤用戶的數據 如果連Google都搞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說那些Android手機都是要接受這套新規範 到最後Facebook到底屈服還是不屈服呢 其實就是要跪下 因為Facebook現在主要靠兩個平台運作 一個就是手機平台 即是iOS和Android 一個就是網絡平台 即是大家用電腦去上Facebook 但電腦上Facebook明顯是很低的份額 主要就是靠手機而已 現在iOS就已經想截你戶 如果連Google都截你的時候 難道你完全放棄智能手機的平台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朱克伯格食壺都是靠智能手機而已 他就是受惠於智能手機的普及 他才能夠賺到這麼多的暴利 當然現在朱克伯格就打了這個悲情牌了 他就說蘋果的私隱條款的更新 是會傷害到全球幾十萬的廣告工作者 如果蘋果是要執意做這件事的時候 Facebook也都只能配合 否則就可能要把app市 從app store下架 我就不相信他們會做下架 他們就是會配合 但他說這個悲情牌其實就是愚蠢的 你說蘋果的條款會傷害幾十萬的廣告工作者 我想問當初這些廣告工作者 他們是從事哪些平台的 這班人又是在傳統媒體轉型過來的 有些是做文字媒體的 比如說報紙、雜誌、期刊 現在全部都搭了 直揚行業已經是 有些是做電子媒體的 比如說電台、電視台 但是也是在色微當中 所以這班人才是要 所謂multi tax 就要學互聯網的廣告 你互聯網興起一樣 是影響到傳統媒體的收益 那你不說? 你那些諸黑百格 為什麼可以賺到這麼多暴利? 就是因為你一個人 打擊了傳統媒體 傳統媒體的不同機構 所賺的錢就被你一個賺光了 所以你就可以這麼發達 好了 我們就說說另一宗消息 都是關於Facebook 就是有一家英國媒體 叫做新聞公報 他們揭發Facebook 是有收售到英文中國日報 以及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等等官媒 每則廣告幾百元美金的費用 向Facebook幾百萬用戶宣傳 人家就以中國日報為例 他們曾經在10月的時候 向Facebook支付了四百元美金 來宣傳一篇文章 就能夠向一百萬以上的Facebook用戶進行宣傳 這些文章就是要指控西方國家講大話 以及散播假消息 另外一段影片下了廣告 就是說新疆再教育營的報導是錯誤的 是西方媒體的伎倆 新疆被壓迫的報導 就是西方媒體拒絕放棄的迷思 即是說那些官媒利用Facebook廣告 來淡化西方社會針對中國的批評 他們就是要告訴Facebook用戶 說這些報導是流的 但是Facebook又肯受這些廣告 所以Facebook經常被人批評就是這個意思 而且他們所收的廣告費用不是太多 介乎200美元至400美元不等 就能夠吸引到一百萬的用戶來看 當然不是全部都有駐足來看 可能有些跌過就算了 問題就是你事實上都是達到一百萬人的 因為他們賣廣告背後是有一個目標的 你想接觸多少人 就會在多少人面前展示這一則廣告出來 下廣告的時候是有得選擇的 如果說要接觸一百萬人 意思就是說當大家打開手機apps的時候 這一則廣告就會在不同的用戶裡面出現一百萬次 總之大家打開的時候就會打開這個廣告出來 有些人可能就會看 有些人直接不看 看不看就不關Facebook的事 反正他就是會做到 散布這些廣告出現一百萬次 至於這篇報導也提到 就算Facebook在中國遭到封鎖也好 大陸有幾家官媒 比如CGTN 中國日報 新華社 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等等 自從2018年以來 在Facebook廣告的幫助下 就獲取了大量的讚好 在全球六大讚好數量最多的新聞粉絲專頁當中 官媒就佔了五個 其實是很誇張的 因為大陸那些人根本上就不能夠 就這樣上得到Facebook 他要翻牆至上到 所以一般大陸用戶都很少用 你竟然在海外能夠經營到全球六大 按讚數量最高的新聞粉絲專頁 你是霸了五個 那些人從何而來 一定是海外華僑 或者是其他西方社會的用戶 所以Facebook對於官媒的宣傳簡直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